那回到今天第一个最重要的总预算 还是相对有点遗憾啦 因为今天没有具体的结论 其实大家在看直播 在看今天全场的发言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民进党团提出来的 相对比较让步的主张 也就是行政院在认为 援助民进法补偿的修法 事上它的事法性是有问题 这样的修法 它的合理性也有问题 但是行政院愿意回到 上个会期讨论法案的时候 那援助民族委员 希望从现行的三万来予以调生 当时的多数意见 或者是大家私下会谈 都认为从三万条到四万 其实就已经反映了 政府扩大照顾援助民族的美意 所以今天民进党团 是再一次把当初 上个会期末大家的共识 因为一个补贴 从三万到六万百分之百的加码 它调升了一倍 这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 它严重排挤了原住民的 其他福利照顾的预算 所以今天我们提出来是愿意 再增加从三万条到四万 但是挺遗憾的这个主张的部分 并没有获得在业党委员们的认可 那我们持续来沟通 但我要再次强调 在业党委员一再的说 要依法行政 那立法委员也该依法修法 对于依法行政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指着行政部门要依法 但是对于立法部门的修法 并没有依循宪法的精神 没有依循预算法规 包括预算法九十一条 包括财政纪律法 包括财政修制划分法 包括大法官有两次的解释 都清楚的说明 立法委员不应当用立委的权限 来凌驾行政权的预算编转权 所以还是要回到国家运行的基石 宪法的规定 法律的授权 要求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那立委我们自己的修法 也不能够凌驾法律